看看湾区方面的消息在南湾的New Peters华人商场内的国昌珠宝行在昨天晚上六点半左右遭到两名的劫匪打劫 警方继续今天调查案件尚未拘捕任何的疑犯 今天该店也正常的营业 店员的对案件也不愿意多说 附近的店家表示并没有受到案件的影响 我们来看新岛记者邱佳琪丽娜报道 中午国昌珠宝店门前多了一名带枪保安 他说昨天没有当班去了旧金山购物 对结案不了解 屋内的几名店员也表示对结案的发生不便发表评论 国昌珠宝行旁边的高灯眼镜店的店员表示 结案发生时并没有什么大响动 是几名顾客进店后说起才知道隔壁店家被抢 该名店员说 结案的发生对眼镜店的生意没有影响 该购物商场内每家店都有相应的监控设备 保证店内的安全 所以没有过分担忧 另一家附近的名家眼镜店的店员说 对于发生结案并没有过分紧张 几年前也有另一家珠宝店也曾遇结 相信劫匪金店只为求财不会伤人 在附近工作的市民李先生表示 圣河西北区以及苗毕达的治安一般 经常会出现车辆车窗被砸 车内财务被抢的情况 自己的车也中过招 民众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苗毕达警方对该案仍在调查当中 未有透露两名嫌犯的相关信息 新岛记者邱佳琪 李娜报道 但是跟杜杰霄诲可以考经过